好除了这个EV是条件语句之外 还有一个叫Switch语句 就是用Switch关键字进入的Switch语句 Switch语句呢 它的格式是这样的 Switch原括号这里面 跟上一个科额总化整形则的一个表达识 然后呢这个Switch 这个语句块里面 它里面是开始开始表示情形 就开始在后面跟着一个是 它是长量表达识 必须是长量表达识 就不能修改的是吧 这个长量表达识 必须是整形或者枚举行 就是Switch 这里面有一个表达识 它的识的结果 如果等于某个开始的 相应的这个长量表达识 那么我们就之前这个程序块 比如乘数块E 如果是和这个开始 这个表 长量表达识2是相等的 就之前这个程序块2 就它根据Switch 这个表达识吧 它里面则等于哪个开始的则 而去执行相应开始 对应的程序块 最后呢 有一个叫default关键字 它不需要和任何表达识 是吧 就是 如果不等于任何开始 是吧 就执行这个default 好 我们看下面这个自己看代码吧 这个电码里我们main函数进行一个整数 x 两个从键盘上输入输输给这个x 根据输入的x整数则 它是一个整形变量嘛 所以这里必须整形表达识 x整形表达识 是吧 根据这输入的x则 如果等于ks0 就是x的折如果等于0 那么就挑到这一块 但这一块里面是空的语句 所以这一块然后它会继续弯下执行 弯下执行 然后遇到这个black 它就跳下去去了 就跳去整个这个switch 就后面就不执行了 如果开始 x输了的是1 也就等于这一开始 那么就会这些跳过0 就直接到这里来开始执行 如果x只要等于2 那么就会怎么执行这个 然后遇到black就跳下去 那如果这里没有black呢 就我们输了一个1 就跳到这里来执行 这个执行完之后 然后继续弯下执行 会执行这 然后遇到black的时候 就跳下去整个的switch 如果输了的x不等于0.12 那么默论的 default就默论的 就 跳到这个default这一块执行 是吧 就执行这个 好 下面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 现在我们输了一个比如0 看我们0 是到了这个0这个对应的这个程度 但是空的 然后呢 继续执行1 1这列明输出 上面这个信息 这个执行完之后 两个一继续弯下是 到了这一笔 是吧 到了这一笔 然后继续弯下的时候 遇到blackthitch了 所以它输出了两个信息 是吧 x是年后1 x2 当年我们希望x是年后1的时候 x就不要执行x2了 那么这里可以加 break 这样呢 就是 01就输了x是年后1 是吧 就 01x输了年后1 如果是2就输了x2 如果就是 和g不是012 是吧 如果是3 那么它就 只剩这个default这一块 是吧 就 default后面没有g 当年也出来了 是吧 只剩到g2它就出来了 就switch呢 根据这个表达式的则是多少 是等于哪个case 这些哪个case 如果和这些case都不等 就只剩这个default 当年如果没有这个default 那么它就什么也不成 你也可以没有default 是吧 就 当x不等于012的时候 它就什么也不成 所以这就是switch这个条件余 我们看这个switch条件余句和e5g 没有e5g 灵活 是吧 因为switch呢 它必须要求x是一个整形表达式 而e5呢 科技 说了的是一个表达式 是吧 它就是生用面更大 所以一般的我们都用e5 这种条件余句 switch其实用的比较少 关于switch 这个条件余句 因为几个余发点 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个case的标签 必须是整形长量表达式 比如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 下面这个例子 假如这里 case这里是y y在这里是什么 不是一个整形长量 是吧 它是虽然整形并量 但它不是长量 它是并量 所以它这类结果会出错 你看它在这里结果会出错 是吧 表达式的进入结果 这个不是一个长量 它说 假如我们再看 这个 是吧 我们把它这个 组销一下 看这个 3.14 它也不是一个整形的 是吧 它就是整形的 是长量 它的x数没出错 我们就把它出错 关系 它这个错没没显示出来 不知道为啥 就这里也是错的 因为这个什么是大爆型的 不是整形长量 如果是3就没问题 3.14 这个就不行 但是它这个错 不知道为什么没爆出来 好 这就是第一个要注意 第二个 不同case的标签则不能相同 比如我们看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 开始 它也两个case 它的标签则都是一样的 这里也 也是不允许的 不然你两个标签则相同 那样它也不知道跳到哪里去了 这少了一个画货 那它在第二个的时候 说case呢 已经使用过了 是吧 前面人以来case 它编辑器就不允许的通过 这是第二个需要组织的 第三个 case纸具里面 如果定义B量 必须加号号 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在case里面 定义了一个 inter x 的语言 这样是不行的 是吧 因为这个inter x 的语言 假如这里面的一个折 假如这里面一个折 比如说 v 是吧 它最后不等于这个 e 那么它就会立即跳到这里来 就是程序的折 可能会立即跳到这里 导致这个 这个 x 为初始化的这个 true 那它说这个 default 表情跳过 x 初始化 如果你想在case里定义这个局部门量 你就要用号号把它折起来 是吧 这个号号你也可以就折在后面 是吧 如果这样就没事了 这就是在case里不能定义这个局部门量 然后这个 default 标签可以省率 是吧 比如省率 default 标签没 就没事是吧 然后还有break 关键字呢 用去跳去整个switch 循环 刚才好像看到过了是吧 刚才这个break 用去跳去的switch 循环 就关键switch 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些 最后我们再说明一下 就是在c++ 470上面的语法 在以前的c++都是可以的 但是在c++ 470呢 eve switch 语句这种 可以有初始化的语句 就是eve 本来我们是跟一个条件表达式 但这个表达式前面 我们可以用个封号 前面跟一个初始化语句是吧 封号表示的初始化语句 那个switch 也可以这样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看下面 这个书名就是说 这样的好处 一个可以是代码更加简积 一个呢是一起局部门量 这时候与eve语句 从而不会污染它的周围环境 比如假如我们一个main函数 在这里我们定义一个门量 wad 与比如 云霜的某一结果 然后在这里根据这个条件 wad 的条件是会满足 然后呢我们要决定是 执行这个还是执行这个 但这个wad 比如在main还是会定义的 那么后面里 后面的电码 你比如 不能再进去这个wad 的变量了 是吧 你不能再用wad 这个变量 那wad 可能要换 换了 比如等于另外一个东西 是吧 就这样来了 也就是这里这个名字被用了 但如果我们 但如果我们怎么样把这个wad 放到这个里面呢 你这个evs到底合哪个pp 如果我们把这个wad 放到这个里面呢 那么这个wad呢 就说是 整个这个e5局的局部命量 所以然后你在外面 可以继续定义一个wad 等于比如 其他的 就这个名字可以继续用 这样也就是说 这个wad呢 就说是他的局部命量 不会影响这个和他bid的 其他的后面的设计 句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比如这个 把这个自不消掉吧 好 再继续一次 好 我们看这个 这里就是 我们定义到一个 这里用了一个字符串 字符串 是表示一串字符吧 在这里我们定义一个叫 c++的叫stream例行的一个 字符串的 例行 是吧 用的比较字符串的 然后呢 让他s字符串 开始等于这一寸字符 然后呢 我们通过s1点 调用他的成名房 运出fine 去查找这里面 有没有等于这个hello 大写的hello 这个 是吧 如果找到了把它返回地址 返回保存这个bid量里面 这个bid量的例行 就返回 结果的例行 我们拿auto来帮我们推断 如果这个 it不等于什么呢 是train里面的impose这个则 那么说明来解impose 表示计数字符 计数位置 如果不等于计数位置 顺便找到了 我们比如说说这个 然后下面呢 我们也去找另外一个字符串 然后他也要返回一个 他返回的bid量 我们不能再叫it的 是吧 如果再叫it和上面的就冲通了 所以我们只好使另外一个名字叫it2 然后我们看it2是不是等于计数 如果不等于 说明又找到了 然后我们输出一下 就在这里 我们 这个it在这里用过了 it嘛 用过了 然后这里呢 又用了it2 那么 就不能用it了 就要换一个名字 但是如果我们在cx17 我们可以 可以什么呢 把这个it变量定义 放到这个 e5 这个初始化语句里面 这样我们 就是e5 先开始在这些这个判断之前 我们先初始化定义一个变量 e5 再初始化语句定义它 等于这个find 是吧 两个数数 那么这个e5呢 就说是e5这个语句里面的 所以当t 这个e5再行完之后 这个e5变量就不存在了 所以下面我们下面的这个e5句呢 也可以继续用这个it 等于find的另外一个 这样我们在代码里 都用这个it 哦 不需要想 至今这样 我们it名字要不断的换一下 所以这就是代码看起来 更加清楚了嘛 更加简洁了 而且这个it也不会污染这个 呃周围的环境是吧 它在这自己的内部 一个局部被量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 e5和switch语句 是吧 它都可以定义一个初始化 语句 好 谢谢大家